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次讲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假如善恶都分不清楚 那不造作罪业就很不可能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缺乏伦理道德 因果的教育 所以几代的人对这个是非善恶的判断 比较缺乏了 在几间年的历史当中 都有父母教 整个社会风气在教 所以人 懂得去判断 所以大圣大贤 诸佛菩萨 在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帮助众生 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转凡 转凡成圣 首先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是转恶为善 他要先懂得善恶判断 那我们 在办课程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接触了地史规 传统文化 他才知道 他以前很多地方 做错了 做不对了 他懂得反省了 他的货才能转 他的福才能争 我们刚好 昨天刚办完课程 昨天下午 也紧接着英文班就开始了 这是用一句成语 叫做 颈锣密鼓 这个叫 送往迎来 人刚送出去 新的人又进来了 因为刚好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 假期 现在人很忙碌 只有这个宝贵的假期 才有机会 来接触传统文化 那大家累不累 你们怎么没反应呢 说不累 骗人的 生累 是吧 心不累 心里充实 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有人接触 有人接触 课程之后 能够断恶修缮 能良心发现 我们觉得 这个付出 没有白费 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次英文班呢 那个幼儿园园园长 带着好多老师 一起来 这个难得了 他是领导者 带头 而这个园长他是东马的 他是沙劳岳的人 那就是我们去年到沙劳岳去的时候 他听了很受启发 回去就在他们幼儿园 推展传统文化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景象 他的小朋友们在读地士鬼 再给老师敬礼 我们要赶紧去播这个种 云云众生学习都有时间点 越小学越早学越好 越晚学可能他就堕落了 甚至于习气养成不好调了 所以理济学济说 当其渴是为实 抓住那个宝贵的机会点 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所以这一次连续两期讲座 主要为校长公会 他们选出的四个滑小示范点 跟他们培训师资 小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可以学 对他的一生帮助都会非常大 不止老师来了 还有好多家长来了 这些家长都说 他们的家庭都有很大的变化 而几位校长 确确确实实都是以身作则 做得让家长感动 所以一个有德行的校长 他整个学校的孩子 以至于孩子的家庭 都有福气 这次英文班 有一位先生来了 因为他们昨天晚上自我介绍 他说到他为什么来 说他太太来上王课 回去改变挺大的 从这里就了解到 为人演说很重要 我们身边人文正法的因缘 跟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改变很大 改掉很多习气 他们会觉得很好奇 所以这个先生 刚他太太改变这么大 就问他太太 你最近很不错 什么原因 他太太说 你要知道自己去上课 所以他今天就来搞 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What happened 什么事发生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希望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 告诉世人 我们自己 也要做很好的表演 学了以后 断恶修缮 福报越来越好 做的事情越来越顺 让身边的人 生性善有善报 做一个因果感应的表率出来 这个在古代 依教奉行的人 果报都非常殊胜 在宋朝 有一个大将 叫曹兵 这个曹兵为人 非常厚道 又非常谦虚 从不邀功 从不邀功的人 该是他的福报 还是他的福报 世间人 假如明理 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一起争的心 就造业了 一起争的心 就跟人对立冲突了 本有的福 折掉了 还得要受果报 所以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 不能不明白 不然小人冤枉 做小人 这个曹兵 从很多细微的地方观察 体恤他人的苦痛 非常的细腻 他曾经有一个士兵 犯的错 被判军棍几十大半 结果过了一年 才打 这些旁边的部署 就很好奇了 怎么几十个军棍 要隔一年才执行 他们不是很理解 后来曹兵就说 因为去年 这个士兵刚结婚 假如那个时候我打了 他家里的人会说 就是娶了这个少把心 我的孩子才会这样 那他的太太 可能一辈子 在这个家庭里面 都会吃很多苦头了 对一个人的家庭这么细腻 不只是这一个地方 是一切地方都看得到 包含他在打仗的时候 从不忘杀一人 有一次到成都的时候 打胜仗了 然后呢 掳获很多妇女 他就找了一个房间 把这些妇女 通通都放在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找人特别看守 交代那个士兵 这个是要呈给上级的 绝对不可以轻取妄动 有什么闪失 为你们试问 那这个士兵就很警惕了 这个是要呈给上级的 因为兵荒马乱 人就容易乱性 做出这些 伤害别人的事情 后来战争结束了 这个曹宾呢 就一一询问这些妇女 是哪户人家赶紧送回去 假如是没结婚的 无家可归了 父母也不在了 还帮他找人家 安家 嫁出去 你看这么细微的地方 他能做到的 他绝对尽行尽力去做 后来呢 攻南京的时候 他还跟所有的大将说道 说我生病了 只有你们 可以帮我治这个病 这朝兵也是善解人意 讲的话呢 都是这些将军听得懂的 你可这些将军说 子曰 他听不懂 他不一定听得懂 你给他讲这些意气的话呢 各个人都懂 马上呢 答应 杀雪为猛 绝不忘杀一个人 所以在将军当中 能得善终 子孙昌盛的 在历史当中 唯乎其为 大家看汉朝 李广 非将军 那对付匈奴 那无能 人出其右 但是他官都升不上去 杀身太多 最后 到他的 孙子 李灵 去打匈奴的时候 被匈奴抓起来 然后诈降 虽然诈降 还是满门被操斩 所以这个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曹冰 后来孩子孙子 都非常显赫 他的一个孙女 最后做了皇后 都是他的 善行应得 干操 另外他有一个 堂弟 叫曹汉 非常聪明 这两个故事 有一个重点 一个是非常厚道 一个是非常聪明 他的堂弟 升官非常快 因为脑子很好 屡见齐功 在当代没有人 不认识他那个弟弟 曹汉 而有一次 他在攻江州的时候 那江州是广西的一个地方 攻了很久 才攻下来 结果进门以后 把所有士兵 全部杀掉 他愤怒 结果 他的后代 不到三十年 就有沦为乞丐 所以这个上恶之暴 如影随形 本来很大福报的人 只要造了大恶 他自己跟后代 马上那个恶暴 就要现前 所以 行善 一定要趁早 等到果报现前 想要再行善 扭转命运 就为时已晚 现在的人 功利主义比较重 看事情 没看这么远 你跟他讲会有果报 他就说 在哪里 你给我看看 不相信 所以有一个人 叫图潘奇 他有一天暴毙死了 结果又活过来 而这个人 他这一生 造了很多恶念 嘴巴骂人 甚至连神佛都骂 然后常常挑拨离间 让人家父子兄弟 都打官司 眼睛 常常生气 瞪自己的父母 瞪先佛 瞪他人 那这个手呢 常常 杀害很多的生灵 包含呢 还欺负很多的女子 这种种恶行 结果他暴毙之后 又醒过来 为什么醒过来呢 因为阴间的这些神明 觉得人不相信地狱 有果报 让他回魂 视线 所以他首先 把自己的眼睛挖下来 他说这个就是 我怒视父母 怒视先佛的果报 又把双手砍断 这是我杀害生灵的果报 又把自己舌头割掉 这是我妄语 挑拨离间的果报 又把自己的心脏 拿出来 这个是我为人阴险的果报 所有造恶的器官 都被他一一切掉 就这样呢 遍体灵伤 六天之后才死掉 所以神明慈悲 告知我们 不可以造作罪悦 地狱果报 确实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一正庄严 这个人把果报呈现出来 这真的是一正庄严 才能警醒造恶之人 所以历史 就是一部因果报 我们熟知 在战国时代 那个杀戮非常严重 大家有没有听过 秦国的白起 这个白起 他曾经跟 韩卫联军 打仗的时候 杀了二十几万降兵 在跟赵国打仗的时候 杀了四十万的响兵 坑杀了 把他买了 两千年了 那个地方还阴魂不散 所以人有这么大的一个 权势福报 结果拿来造杀业 这个世间最严重的罪业 杀业跟淫乱 这个果报是最迅速的 结果 在历史当中有记载了 有一个人杀猪 结果就 那个猪上就写着 秦白起 三个字 那时候已经离他 去世一千多年了 真的是猪上面就写着他的名字 那都是警醒世人 那他不是当猪而已 他是到地狱受了很多刀山剑树 肢结身体 因为他是杀人 然后 出来做畜生 喘息一下 接着又要回地狱受保 所以弄权一时 凄凉万苦 这个要很谨慎的 那我们心里想 他现在 不能乱杀人 那我们应该不会杀 犯杀生的果报了 那我们不容易犯杀生的果报 那我们可能会犯杀惠命的果报 我们弘扬文化呢 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 这是弘法了 我们言行不一致 那便棒法了 那可能就断人家慧命 是不是说断人家慧命的果报 比断人家生命还严重 因为他文证法是百千万劫 难遭遇 所以有志于弘法 一定要把自己的德行根基要插稳 不是急着去利益他人 要先把自己的根基稳定 后继波发 师父常讲 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者 无有是处 大家也很有志气 都希望 师父讲的 十年深入一部经 以后就有能力 演说这一部经 成为这一部经的专家 这是很好的志向 前提呢 扎好三个根 有德行的根基 才能一门深入十年 有成就 假如德行根基不老 明文立养心还很重 傲慢心还很重 又可以不用干事 十年就让他在那里读书 在那里讲学给人听 那他哪有不供高我慢的道理 孟子已经讲 人皆好为人师 那古代是如此 我们这两三代人 没基础的 那更是如此 不可好高无援 我们要回到 对峙自己的习气上 这个才是根本 是根本 弘法立身 一定要建立在 格物的这个根本上 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在一切处事 待人之 接物之中 善观即行 真的对峙其极 所有修行人 一定要打破 最重要的一关 不自欺 自己念头错了 一定要对峙 不可得克借口 不可找借口 所以我们接着要讲到的 岳会之日 造神一览 这个造神也 视线 帮助于静义工 于静义工的道德学问 在我们之上很多 他都得打破 自欺一关 不然也改变不了命运 造神也提醒他 义恶太重 专物虚名 义念太邪恶 做的都是表面功夫 做给人看 要人赞叹的 而师父一直提醒我们 要修十三页 十三页分 身口义三页 最根源的还是义页 身口都是随着意念 发出去的 所以愚公 他的修学提醒我们 一定要克服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 怎么克服 凤然不知呢 读经 听经的时候 要想着 那是针对我的 不是针对别人 不然我们边听 都边想着别人的过失 就很难受益 再来 别人直言给我们劝谏 一定要接受 旁观者轻 能给我们很多提醒 行凶要大 要接受得了忠言 不能人家讲几句实话 批评我们 难过好几天 那就很难修到了 了半世俊讲 千则受教有地 取善无穷 批评几句就很难过 那个太后面子了 那个面子把我们的 无量节来 私有难逢的机会 都给丧失掉了 一个真正为众生着想的人 没面子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人家指出我们问题 感恩戴德 让我不能误了众生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来到弘扬文化 弘扬政法的机缘 我们的初心就是 念念利益众生 没其他的欲求 没其他的要求 也不是要求什么果报的 世间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没什么好求的 也求不得 只有往生西方 是真实不虚的 还有什么好贪求的呢 如是一心 求静方 决定往生 极乐国 所做的事应该做的 不求果报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愿以此功德 庄与 庄与佛 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我往生 不是我往生之后 才让它更庄严 我听闻 阿弥陀佛佛 佛号 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的行为 就要让西方极乐世界 更庄严 要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人要有这样的自己 让释迦牟陀佛 欣慰 让阿弥陀佛 欣慰 所以刚刚 我们讲到呢 这个情白起的例子 包含唐朝 也是贵族啊 李灵 府 那也是李家的人 弄权一死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 叫口蜜附剑 讲话很好听 内心藏着一把剑 害了很多忠诚 最后呢 也是被刺死 不止啊 这一生没有好的果报 结果 过了三百多年了 刚好 打雷啊 把一条牛给打死了 结果有个读书人 看到了就说了 这个雷神 不向世间除妖孽 怎么打条根牛干什么呢 结果他话才讲完了 那个雷又劈在那个牛上 又打了一声 结果这一次披下来啊 这个牛皮啊 张开啊 献了一排字 此事唐朝 李灵府 三世为仓 七世牛 他已经当了三世的仓妓 七世的牛 来还债了 他还了三百多年了 那当然 那个都还不包含 他在地狱受的果报 所以我们明白 恶有恶报啊 绝对啊 从今以后 不再造作任何的罪业 所以师父 所以师父期许我们呢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了 那面对这些历史人物 我们都当作是我们的老师 善人效法他 恶人啊 好好啊 警惕我们自己 所以 冬月 大地 他有两行对联 提醒世间人 说 阳士兼雄 忍心害理 皆由自己 阴师报应 阴间的这些主管的神明 阴师报应 古往今来 放过谁啊 所以身性因果的人 有大善根 不再造业 不造业 又一心求净土 没有不往生的了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